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好好跟大家聊聊心理防卫 那我们刚刚在上一集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call in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接call in了 谢谢大家这个call in进来陪伴我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心理的防卫 心理防卫其实每个人都会去启动的 当我们启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察觉这个很重要 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临床的心理师洪培云 培云好 韵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出版新书了 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认真在家写书 对 因为其实实不相瞞 我们刚才在外面等的时候 就有听到很多听众说 很焦虑啊 或者费荣也有提到说 就是原本定的想出国不行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这个很会自我安慰 就觉得那这好是认真写书的好时候啊 哎呀 你真的蛮会把他这个正面思考的 是不是 就那时候去年疫情刚升温的时候 真的是老实说我也慌 可是到时候我想说 那既然时间多出一大把 就不如一天写一篇吧 哦 你好会安排时间 哎 我在疫情的时候 真的也写了一本书 后来疫情又延续嘛 出版师都跟我说 你可以继续写 我说那如果疫情一直在呢 可见你看我就会偷懒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蛮好的耶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大家都会很焦虑 像我们刚call in进来 其他的心情就是很焦虑的 比方说这个担心大家 你也怕我我也怕你的 对啊不然就是大家觉得 好像有些人意识感又不重 像我们班写的这种氛围更怪怪的 对因为其实从升温以来 其实我就已经有做过很多种沙盘推演 就是可能会延续多久 也许是一年两年还是可能更久 已经变成一种常态性要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的书啦 其实每一本书都有一点 那么就是禅学或哲学的味道 就是如何在这个 那么焦虑的时候 反而是往自己的内心看 就是说我这么焦虑 是在焦虑些什么 是觉得说我唯有出国旅行 不是说废荣 就是我一天唯有出国旅行 才真的能够去 让我自己觉得快乐吗 我一定要走到哪个国家的 哪个城市的哪个景点 还是说其实我在国内 然后再怎么样子的小旅行的安排 或者做哪些替代式的活动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很疏压了 或者是刚好在这段时间 能不能开始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看书 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应该家里有吉他 我买了很多书 但其实真的没有时间去读 是 我已经堆到地上了 我书架已经白马 已经堆到地上了 对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选好几本书 真的堆了好多 对 然后或者是说 我相信还是很多听众朋友 跟我一样 有些时候也进不下来看书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偏 就是动态式的活动 就是帮助自己去抒压 然后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纯净态真的也很难去抒压 可是比如说像我自己会练习瑜伽 或者是说如果可以的状况 像我会去外面就是快走 就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生活作息 或是风格蛮老人的 就是我都就是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看看花 看看树 看看松鼠 看看鸟 我就觉得说 还蛮有趣的 你这个人倒也挺好 蛮适合做心理师的 不过我觉得这本书当中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点 就告诉我们说 人在潜意识当中 其实都会保护自己 可是当我们启动这个 心理防卫机制的时候 其实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已经受伤了 对 我们都会一直把它藏住 我们是不是谈几个点 让大家很容易知道的 好不好 比方说会有一种转移 比方说你今天其实是很担心 可是你会去骂孩子 这个例子真的超经典 到我觉得我大概每一本书 大概都可以反复的引用 因为像其实我第一本书 人记博士有提到 一样概念就是说 很多时候自己有怒气 怨气 委屈 愤怒 然后想要去宣泄 可是就转移到另外一个 比较弱势的人身上 所以常见的循环 就是对不起 每个家庭的爸爸 比如说也许在公司受了主管的气 回到家就骂太太 可能挑剔她说 这菜怎么煮的这么难吃 那其实太太也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受了怒气之后 就只好去骂小孩 功课怎么嫌那么慢 或者说怎么还不洗澡 之类的 那小孩怎么办 也很脸啊 那怎么办 我可以把这个怒气转移到谁身上 那可能就踢家里的猫咯 就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其实最好去觉察说 我自己心中是不是有任何 不舒服的情绪 对 然后就会透过很多的心理反汇 去把它摒除在外 或者是说把它掩藏起来 又或者是把它抛到别人的身上 对我们最常看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转移 但另外一种人 我觉得他挺压抑的耶 对那也有很多人他是说 他是那种 某个程度上也很像是好人 就是说他可能把他自己的 所有的委屈 不满痛苦 他知道我不能找替罪羔羊 那我就把自己压抑下来 然后他也认为 可能跟别人讲 没啥老用之类的 压抑下来之后 可是我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知道 压抑下来的情绪 就跟家里没到的垃圾一样 他会发臭 他一定会持续的存在 然后那个情绪的能量 会不断的累积 到爆炸出来 那一种爆炸出来就是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也像刚才前面的转移 他才把怒气显现在外 或者是他持续的压抑 可是就发展成 我们这本书的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成瘾的行为 喝酒 购物成瘾 家里不缺东西 不断的网购网购 箱子都没拆 然后东西对了很多 然后还是一直买 那为什么我很侧重 然后还有那个食物成瘾 一直吃一直吃 一直吃吃不停 那我特别强调酒饮 酒饮的原因是因为 台湾酒饮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很常见的问题 那喝酒 老实说你是开心喝就算了 但戒酒交丑的人很多 很多 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临床心理师 洪培云 我们把他的新书贴在我们粉丝团当中 当大家同步看到 那其实这本心理防卫 要讲了很多 我们自己的心理防卫 当启动的时候 我们要去留意 可是说实在 我们人每个人都藏太多的秘密 然后太多的苦了 太多没有办法说出去的事情了 所以你站在一个心理理师的 一个角度当中 有时候其实比方说 我通告来宾发不到 或者是我觉得我很焦躁的时候 我也会去吃疯狂吃炸鸡 就是只要越垃圾食物越好 可乐来吧 炸鸡来吧 对 就是说这个顶多就好嘛 胖一天吧 就我至少没有强害自己 可是如果有酒瘾 或者是有其他的药物 这个瘾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伤害 我的意思是说 站在临床心理师角度当中 我们怎么去看 我们心理那样的一个压力啊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我讲了很多心理的建议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觉得很老梗 可是真的就是 一开始你觉察到 最好就是垃圾不多的时候 就开始去处理 而不是等到已经累积成 垃圾山的时候 要去处理那这人比较不容易 我觉得韵芬姐刚才提到说 可能有些时候突然就是 很焦躁的时候 可能会大吃个炸鸡 也许判个一天两天 像是如果是我 我可能大吃可能要判个三天 我本身也没有代谢很快 可是我觉得这种就是说 相对轻微的 或者是说你有觉察 知道之后就好了 就不会再出现 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像是酒饮 甚至所谓的就是药物成瘾 其实他一定是一开始想说 有失眠的状况 然后因为睡不起 然后又很烦 然后又觉得说怎么办 我又睡不着 或是睡不好 然后想说我先喝个酒看看 然后久了久之之后 可能又会用一点安眠药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所有的物质其实都会有耐受性 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三杯 后来三杯是没有感觉的 就会越喝越多 然后药也会越吃越多 以为你酒量变好 事实上你酒饮上来了 对然后 成瘾症了 对然后后来就会混合食用 就是又喝酒又吃药 这很危险啊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很多愚心不忍 我就比较不敢 不好意思举一些名人的例子 把名人的名字写进去 因为我很怕家属或什么转载 看到又很难过 会自责说是不是我当初没做什么 对啊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去归因 也不是很好 但我只是说就是 其实在最早 在最初就是你去 有没有去觉察到说 我有不愉快 而我选择了用心理反胃 把它挡起来 以为挡起来就没事 可是没想到挡起来 其实很有事 然后后来就开始会使用一些 成瘾的行为 喝酒 购物 暴饮暴食 然后去抒发自己的情绪 然后久而久之就变得很难戒掉 然后甚至是出现不好的一个后果 我真的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 但就碰到感情的问题 比方说先生或是太太 有这个又碰到初恋 然后的确就造成了一些 婚姻上的危机 那他也说算了 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有安全的基础 所以显然他也启动了防卫机制 可是他也开始去买东西 他说没关系 自己找快乐 又会必把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他同时启动了好几个自我防卫 我觉得粉姐 点到这本书了 我的这本书超级重点 就是心理防卫机制很多种 而且重点是在于混合使用 又是又否认 又压抑 又合理化自己 反正我们有感情上的基础 然后又理智化 觉得说反正我买这些包包也只是 刚好我要换掉旧包包等等之类的去启动 或者是升华 升华我觉得是最难去觉察 但是也有潜伏着危机 就是他开始把心 他的重心用来更加强的教育小孩 因为可能他觉得前一世 他大概知道跟先生这个大概没救了 因为先生可能已经心向外了 然后就干脆算了 我的心思更放在孩子身上 然后孩子就莫名其妙压力就更大 很合行的 就要察觉还真难 单一的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如果真的你有发现 能够启动 然后启动之后 又不要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那又很难了 就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让他过去 什么情况之下 可能就要求助了呢 其实前面我一直说到 就是当你有不舒服的一个情绪的时候 那另外就是说 可能其实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征兆出来了 比如说孩子会不会反映说 妈妈最近特别的凶 他的压力好像比以前大 可是以前妈妈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又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会提醒他 那个刷卡的账单 也可以提醒那个数字是明摆着了吗 对就是我觉得会有很多 虽然这已经是属于 有点像是已经后果的迹象来提醒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只要扪心自问 这些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吗 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 还是我只是不断的购物逃避 然后更加强教育 然后还合理化自己说 我是为孩子好啊 我是个好爸爸好妈妈 所以我才怎样 可是其实这些做完之后 心中都是空虚的 因为那个不是他 他比较像是说我想吃苹果 可是我跑去只是喝了个苹果汁 那心里也知道说 还是缺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在面对 这个心里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 但你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选择嘛 像我的选择方式 可能就是会跟朋友聊聊天吃吃饭嘛 那刚刚我还跟费勇讲 我现在最痛苦就是饭局都取消了 对所以你可能要连聊聊天 然后述述苦的机会都没了耶 视讯呢 哎呦视讯有差 发讯息也有差 因为界面会讲的 就像其实我觉得视讯也造成 我一个很大的困扰 怎么说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 很多的演讲 那这几年我觉得蛮好玩 就是我会对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讲话 因为有些年纪大人讲话 其实蛮讨人厌的 对 那后来他们讲说 你去教人家怎么讲话嘛 那你就是不要说 我早就跟你讲过啊 我就跟你讲过 你就不听啊 你这样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嘛 就怎么样能够跟他的 就家人好好相处啊 或者讲话要有趣一点嘛 那我喜欢面对面 我就跟他说 哎你想想看 他说现在戴口罩啦 有笑没笑都差不多啦 我就叫他们说 你手机拿出来 现在第一张照片 自己拍哦 自己拍 他们都会自拍哦 他们会拍哦 我第一张照片 不准笑 他们就不准笑自拍 然后第二张说 要笑哦 要笑哦 然后拍 我说好 两张比较一下 有没有差 他说哎呦 有差 差好多哦 那你看 是不是要现场跟他们讲 对啦 其实现场还是一个 最有温度 然后最有那个 情感的一个 对 那我就讲说 其实你要 就是跟你的 孙子孙女 或者跟家人 来聊天的时候 其实你面部的表情 要稍微留意一下 对不对 你面臭 说什么 跟你讲话 对不对 对就是那些 非语言以外的 所有呈现 对 然后他们又叫我说 老师 可不可以改成视讯 我就跟他说 不好 改视讯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讲 他们就跟我说 你很会讲啊 我说这也是我的压力 你以为很会讲 不用想 我们先休息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心理师 红培云来好好的聊一聊 因为说实在 我觉得当然每个人 都有自己很多的秘密 跟很多的烦恼 那其实天下最伤脑筋的人 是谁呢 我翻到你的书前几页 我就觉得很感动了 有一个推荐续写的 就是天下父母心 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责任 还有这有多么巨大的一个爱 可是又尝到很多的不安焦虑关心 那你们都说不要烦恼不要烦恼 可是身为父母 就是没有办法 对 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 我自己亲身走过的历程 比如说 怎么从心理繁卫机制 去看那个天下父母心 比如说合理化 父母亲就会说 我是关心你啊 我管你这么多 合理啊 很合理啊 因为我是你爸爸妈妈 我不关心你 谁来关心你 合理化 就是一个反胃机制 我才不用去管外面的人 因为你是小孩 我才管你 另外一个听起来跟合理化 只是名字很像 但是内容不一样 叫做理智化 就比如说 我如果不管你 那你之后像那个新闻里面 那个出现的那个什么 出了什么大事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把你教好啊 理智嘛 很理智的 我要把你教好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或者是说 他会讲说 那个什么教育专家 或什么说 就是要这样子管 很理智 我非常的理智 非常理智 还有否认 我们很常见的 否认自己过度干涉 我哪有管你管很多 我只是希望你早点回家而已 结果打了十通 问你几点要回来 我说的不是我爸啦 对 我爸以前就是这样 我都已经上大学咯 而且那时候是几点 晚上八点 打了十通 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搞得我同学想说 嗯 今晚是 然后赶快派一个同学 算了 我先骑车 就是送你回去这样子 对 否认自己过度干涉 我哪里有 然后他很凶 另外一个 我相信也是很多为人儿女 觉得压力大的 那个天下父母心 就是投射 嗯 很多父母亲会把自己心中 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个梦想心愿 对对对 就希望 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可以完成 而且这个看起来再合理不过了 因为爸爸妈妈希望达成的 也都是好事嘛 嗯 那我希望你子承父业 有什么不好 啊这就是当医生很好啊 当律师很好啊 当什么很好 或做什么很好啊 嗯 哇儿女真的是 被这个天下父母心压力三大 而父母亲也很辛苦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真的蛮 绝大多数父母亲真的出发点也是 我希望孩子好 可是他是以他自己理解 或者是活过的那个方式 嗯 去希望他好 嗯 对啊 可是父母很难为啊 父母也不断的精进 我觉得这数十年 至少我自己为了 我就觉得说 那个世代之间啊 我们也发现到说 我看到我父母亲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也要修正 好像我们的父母亲都在修正 可是孩子还是不知感恩 还是觉得压力三大 到底是孩子压力三大 还是我们的压力三大呢 都很大 哈哈哈哈哈 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些时候真的做过头了 我觉得做过头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跟修补的 就是說如果真的自己心理防衛機制用過頭 而孩子覺得不舒服受傷 或者是孩子也想躲 可是能不能在自己 也是一步一步的邁向成熟跟成長之後 不用到頂點 不用到底 可是至少會覺得說 其實當初爸爸媽媽這樣子也是為我好 而我因為理解了 我也比較能夠去 涵溶這些狀況的時候 然後當然我會為我自己可能早年的叛逆 我覺得有四 我覺得那個什麼道歉啊道愛 對我覺得是非常管用的 就譬如說我以前真的管你管太多 我覺得孩子那種能夠接收到 自己的爸爸媽媽願意有一種 好像就是於尊降貴的這種道歉 我覺得是很管用的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但凡就是希望我的委屈跟不舒服 你理解嘛 那如果不管是父母這一方 還是兒女這一方 為自己當初可能做過頭的 反應過度的地方 有了道歉 老實說道歉真的是只是一個 自己面子拉不下來 但是其實成本很低的是嘛 我覺得那個關係的軟化真的就會出現了 對啦 最怕就是不斷就是好像在對抗 看誰先好好認輸 看誰先服 對 的確啊因為有很多的父母親跟我聊啊 就是說他們也很想要成為孩子的朋友 也想要交交心 也想要聊天 然後也想要這個談心 那他就跟我說可是你看小孩都這樣子 我說你現在看你們是不對等的嘛 你還是高高在上嘛 必須要你下來才會對等嘛 你不可能叫小孩爬到你上面去嘛 所以你願不願走下來這一階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就是這樣 對 所以他們說為什麼委屈都是父母親呢 你想想看 因為你們本來就是不對等的 對不對 你就你看 你就以樓梯來講 你還是上他一階的 對那你必須要走一下這個樓梯 你們才能夠坐在一起 或者是站在一起好好的對談 所以你不要覺得委屈 因為這一步是你必須要跨出的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呼應到剛才韻芬姐提的這個 其實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就好了 那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結果嗎 如果你明明知道就這一步你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而你只要走下去那個結果就來了 還是你就決定做一個社會實驗跟人生實驗 我就耗個十年 有必要嗎 你總是要下來的嘛 那你何必在那邊苦十年 然後兩個就是冷戰 然後怎麼樣的十年就趕快下去就好了 我覺得那個收穫立即來 成果非常好 因為我自己早年也是做很多就是學校跟兒童 兒童青少年的那個就是特殊教育輔導工作 每一個叛逆的孩子都是這樣 當然我知道我的角色 因為我不是父母親 我不是老師 好像相對下來好像可以比較容易做到 可是真的我常常看到那種很叛逆的那個傲少年 然後對老師對父母那態度很差 然後可是來這邊其實就還好 可是轉過去又立刻擺出那個樣子 那我們待會兒聊完父母親之後 我們來聊一聊我們現代人 其實有另外一種焦慮來源 就在於社群的焦慮症 沒有人按讚 然後有人來酸你兩句 哇你痛苦難耐啊 這個壓力很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討論 好我們要持續的跟我們臨床心理師洪培雲 來好好的聊一聊 因為我覺得現在每個人都有臉書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網路世界了 那你自己其實也在網路世界當中 那麼受到出版社的一個重視 那請問一下就覺得說碰到這種網路世界 臉書上沒有人按讚 其實你會很焦慮 真的我朋友就跟我說怎麼辦怎麼辦 其實會很焦慮或沒有人看 或者說你想想看你在滑臉書的時候 你就是會滑LINE然後滑你的臉書 對不對看看別人然後看看自己 我覺得這種是一種焦慮 那該怎麼辦啊 我自己我自己第一個我也是現代人 然後又臉書會滑吧 對也很會滑 有時候會焦慮 可是有些時候又覺得說 告訴自己臉書有演算法的機制啊 對啊就是在傻瓜什麼 就是我第一次說 他有一些演算法機制 那還真的不是跟你寫得好不好 或你的緣差不差有什麼關係 你就是不會被跳出來 好另外就是說我覺得如果你那麼焦慮 是不是有一種狀況叫做你想要被關心 想要被關注嘛 是喔 比如說我如果是PO一個想要炫耀的文 我就是希望大家來恭喜我你好棒什麼的 那我就是一個想要被人家說好棒棒的人嘛 或者是我遇到鳥事然後我把它寫出來 我就是想要討拍嘛 哎呀你怎麼那麼衰 哎呀我幫你出氣之類之類的 所以說穿就是你到底真正想要是什麼東西 然後才會這麼這麼焦慮說 為什麼沒有人按讚 怎麼只是按讚不是按愛心 還被按怒好之類的 那你說討拍或討愛 我覺得這是人的基本需求 對因為我們是人嘛 要有愛你才會覺得活得很好嘛 對不對 你看baby為什麼會取悦我們那麼可愛 我們就會忍不住去愛他嘛對不對 那那可是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有一些是他會酸你兩句罵你兩句 你也會很在意 然後你也會被牽著鼻子走啊 我覺得這個我那時候看到這個討厭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這邊真的實在太值得分享了 因為像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也是正常人好不好還是要強調 不能因為我是心理師 我就仿佛是佛光普照都不會動怒 又是有人來酸我說我跟你講 我真的絕對是不能夠被羞辱的 可是我也畢竟有點像是說對方在暗我在明 所以其實我有什麼留言的回應 其實其他人也都看在眼裡 那我怎麼讓我自己的這個狀況變好 就是我可以去參考我欣賞的公眾人物 都怎麼處理這一類的留言 比如說我追蹤了這些前輩們 他們是一笑置之完全不回應 還是簡單的解釋 還是乾脆就封鎖跟結友等等之類的 而且有些酸你的人搞不好其實是你的朋友 那正好啦就是人生不需要租隊友嘛 趕快就結友囉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去觀察說 我到底為什麼會被一些人就是影響而動怒 然後當你可以去 當你會動搖或者是沒信心的時候 你可以去參考好的典範都怎麼做 因為你放心那些厲害的人 所以他們能更多 你更可以知道他們都怎麼做 那厲害的人都怎麼回答 我覺得在合理的範圍內會相對的解釋 可是如果無理取鬧的 有些還可以提告咧 我覺得真的是太過無理取鬧 或者是說已經有一些傷害的一些嫌疑 的時候 那如果說是那種半生不熟類似朋友 或是他是朋友的朋友 同學的老公或是什麼的 其實該結友就結友 那有些人很多人問題是在於 他不好意思結友 或不好意思封鎖 或不好意思等等 這時候你就要往自己的內心更去看說 為什麼我會寧願被別人這樣子無理的對待 而不做任何動作 你真正在擔心的是什麼 比如說想要當爛好人啊 為了要和氣啊 你覺得這個和氣是應該的嗎 是不是應該要 也別讓自己受委屈啊 那也會導致另外一種心理防衛又出來了 對因為這一類的狀況 我自己的朋友很多人都有出現 然後我自己也有遇過一些嘛 後來我就乾脆該解除的解除 該解有的解有 然後該就是封鎖就封鎖 對啊因為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這就回應到我第一本書 就是我為什麼要被別人剝削 然後還不斷的隱忍 就為了當一個爛好人 不是個好人哦 是爛好人 對 而且我跟你講你自己覺得人家 你是爛好人 人家還不覺得你是好人 是 還會覺得說你怎麼會這麼的沒度量 沒有肚子很大 很有度量 真的考慮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社群媒體當中 我們常常會認為應該顧大局 對不對 因為有很多人在看 可是你自己受了委屈 你自己受了傷 你可能都還不知道的 所以你會建議大家 就是要把那個防護牆建立起來 對 而且不只是要建立的時候 要建立 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你明明顯顯的知道說 你很容易受到社群的影響 當然你又會覺得說 可是我就是現代人 我無法不使用 那你至少 就像我自己的做法一樣 我在書中會寫的 一定都是我自己親身會做 我一定會在固定的時間內就是關機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一定要自己的生活 可能保留那種很安靜的時光 獨處的時間 還有不被社群綁架 就是其實我有聽到 韻芬姐訪問那個 應該是謝教授吧 對 如果是我 我是徹底關機 什麼什麼睡覺的時間放到客廳 沒什麼事 我就是關機 然後我常常在外面都分享說 你手機只要是開機 就算你關靜音 他都像是會呼吸是一樣的 對 他就像有生命 我其實也是關機 但他那個燈一亮 我也想要去看一下 因為有訊息就是燈會亮了 我是徹底 我是徹底對 蛤 因為我覺得好好的休息 對很重要 那我就不必問你了 我本來想問你說 那你怎麼面對網路霸凌 我覺得你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接受是指 你絕對不會讓他發生的 基本上不會蔓延到霸凌 我應該就會有一定的處理了 對 因為我覺得永遠都是見為之助 我覺得我的四本書都在提到一件事情 不要等到已經形成的霸凌的氛圍 我覺得那個就不容易救了 甚至自己可能就會很容易就是被擊倒了 一定是要在前面就要有相對應的措施 因為等到形成霸凌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氛圍跟刨山 排山倒海的那些能量或什麼 其實任何人 我覺得說真的不容易處理的 好 今天就了我們那個堅強的一刻 然後讓自己做主起 我覺得快樂的高牆 不要被別人來影響你的生活 但你要知道 你的心裡常常會有一些 這個防衛的措施 正在出現當中 怎麼樣能夠讓它不蔓延出去 成為大問題 這個很重要 我們把書貼在粉絲團當中 讓大家同步看稿 謝謝培昀來 謝謝 謝謝妹妹姐 謝謝大家